大家好,我是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集跟大家介绍了苏格兰的高地 和天空岛有什么玩 详细记录了我们看到的风景 和一些注意的事项 还有跟大家去看高地游 今集就是苏格兰七日六夜自隔游的最后一集 和大家一起走入爱丁堡 因为我们的酒店不是在爱丁堡城市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开车进去爱丁堡 但是途中看到这两条桥就好像香港的青马大桥和丁九桥 所以都有一种回到香港的感觉 来到爱丁堡我们就在Royal Mile 上面一个叫暗箱的景点里面玩 这个景点大人的收费大概20磅 小朋友是15磅 总共有6层可以玩 不过这个景点最吸引的就是可以用10磅的价钱 就在NCP的一个停车场里拍5个钟 只要在暗箱网站买完票就可以获得泊车优惠码 对于泊车好贵的爱丁堡来说 这个优惠真是好化算 虽然有这个泊车优惠 但是对于没有开车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会想 究竟值不值得进去呢? 因为门卷也不算太便宜 其实我们玩完之后也觉得是可以进去的 因为我们最后都用了一个几 差不多两个钟才走出来 而里面主要也都放了很多 和视觉错觉有关的一些装置 又或者一些互动的展品 所以大家在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特别是在这里就结合了科技 一些灯光 就弄了一个镜子的迷宫出来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又或者这一个是一个万花筒 不过画面太暗 大家就看回官方图片 类似就是这样 非常之有趣 来到暗箱的六楼顶层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高处的地方 看到爱丁堡的全貌 在这里大家都可以见得到 外丁堡的城市面貌 建筑风格 和其他英国城市非常之不同 看完风景 记得在同一层看电影才好走 然后我们就去了同样在Royal Mile上面的 外丁堡城堡看 不过城堡人客太多 我们没想过原来是要 预先上网买票才能进去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入城堡看的话 都记得预先上网订票 要不然就像我们那样走一趟 再向前走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到有一个雕像 而它上面亦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一个雪糕桶在这里 其实之前也有一个很出名的雕像 都是这样的情况 市政府尝试过去移走雪糕桶 但是很快又会被人摆回一个雪糕桶上去 最后这些雕像就变成了一种特色 沿路我们就会走到Wallwistons Close这条窄巷 这条窄巷有一条很长的楼梯 其实它就是One Day这套电影里 Emma和Dexter走过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场景都有很多人来打卡拍照 再看前行我们来到了Candle Maker Road 这里就会看到很著名的Bobby狗雕像 它是一只很中心的狗 即使主人死了都在他的墓边看守住 所以帮助很多人来拍照 然后我们就去了最多人认识的Victoria Street 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一排彩色的屋子 拍照非常漂亮 这里除了有很多餐厅之外 也有一间哈利波特的专卖店 如果大家是哈利波特迷的话 来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哈利波特的一些精品 以及也可以找到Soul格兰版本的哈利波特书 如果存开书的朋友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又或者如果是买开魔法杖的朋友 这里都有很多款式给你选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进来看看 我们走到累就在这间铺店吃午餐 这间铺店其实都是Soul格兰一个很著名的餐厅 亦都是很多游客会来吃东西的地方 我们当天点了Soul格兰著名的食物Haggis 这个食物是用羊的内藏 再加上燕物等等的材料去造成的 另外我们也点了一份Scotch egg的沙律 卖上也非常之好 Haggis的主法每一间餐厅都不同 而这一间就配上了一些树蓉和南瓜蓉 其实吃下去Haggis都一点都没有内藏的酥味 反而因为它有一些黑胡椒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其实都不算太难吃 甚至是好吃的 而另外Scotch egg我就有点失望了 因为它的蛋不是流心的 吃下去整体的味道都不错 配上胡麻醬的话沙律也很好吃 吃完食物我们就来到这个公园 看这个玉伊泰克虹的纪念碑像 这一只虹其实就是当年和波兰的军队 对战而死的虹仔 这里也都写下了苏格兰人 如何去训练这只虹仔 而虹仔最后如何去帮他们 去和波兰军队对战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公园去看 外丁堡城堡非常漂亮 大家都可以来拍照 然后我们也上了卡尔顿山这里去看风景 上山的路程其实很简单 只是5分钟左右就能走上来 路程也很平坦 上来的风景也非常优美 可以看到整个外丁堡 虽然上来这座山上 不是很多打卡或看东西的景点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这座大型历史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其实是想缅滑 在拿破仑战争里 死亡了的一些苏格兰士兵和水手 不过最后不够鲜起 所以就只建了12支柱了 很多人都会用前面的那一块石仔 爬上去的纪念碑里 拍照或看风景 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 远望到对面的阿萨王座 它其实是由火山爆发 而形成的一座山 所以都非常有趣 其实它也同一时间出现过 在One Day的场景里面 一开始都说外丁堡拍车很贵 基本上如果一个小时 都要5磅左右才拍得到 但是我们就发现 麦标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优惠 其实都可以帮大家拍车 拍得便宜点 我们发现星期一至日 下午6点半之后 其实可以不用入标 同一时间也有一个最低消费 就是用50p可以拍到7分钟的优惠 所以如果大家都像我们那样 在这个Moray Place Garden 只想打卡 拍照就能走 其实都可以善用50p拍7分钟的优惠 进行正式国事访问40年以上 如果大家有看Crime 这部电视剧的话 相信就会对这个客人不陌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不妨上一上这个客人参观一下 晚上我们就去了一间叫做香巴辣的火锅店 那里吃火锅 这间火锅店的收费是每人21磅半 加多3磅就可以任喝汽水和奶茶 食的选择也都很丰富 只是汤底就已经有10款 牛肉片和羊肉片都切得很薄 海鲜的选择就是时令 我们当日就有虾、圆背、鱿鱼和鱼柳 还有蟹可以选择 其实每一样食物都很新鲜 不过可惜的就是鱼片是鱼柳 蟹我们当时吃的时候都充满着蟹膏 所以吃起来都非常鲜甜 店员的服务态度都很好 所以非常推介大家 来到7日6夜自驾游的最后一天 我们早上起床之后 就开车来了这个Colinton Tunnel 在这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境 这条隧道全长140米 是由超过600个本地的年轻人和老人家 一起合力去创造的 而都在2021年 他们拿了Association for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的Community Engagement奖项 所以大家见到他们的壁画都画得非常细緻 亦都很花心思 不止两边有 甚至乎天花板上都画满了图画 而他们这样做 亦都想令到这个社区变得更加好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观光 同一时间 就是因为这条隧道都比较长 一直以来隧道给人的感觉 都是很黑暗和很恐怖 所以画了这些壁画之后 亦都可以令到每一个人 对于这条隧道的观感改变了 亦都可以变得安全一些 同时都改变了大家对Grofiti的想法 不一定是一些反社会的行为 亦都可以是一种艺术品 不过维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7500磅 所以喜欢的话 亦都可以拥有捐款给他们 未来会再跟大家分享多些英国的资讯 又或者生活Vlog 有兴趣的朋友 就记得订阅、赞好、留言、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